南华早报 美国财长耶伦重申不与中国脱钩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南华早报11月2号文章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态度必须严肃清醒 然后我看到了观察者网的大标题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然后呢正好引用了这篇文章 所以呢我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原文 仔细阅读了之后一看呢 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呢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篇文章的分析 从标题上看我们看到了一点 老妖婆耶伦是又吃毒蘑菇了 为什么 他说不与中国脱钩 但是他说了另外的东西 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他的这个副标题是这样的 美国财长重申 华盛顿与北京不脱钩的同时 概述了扩大印太贸易战略的规划 然后确保国家安全和促进人权 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支柱 我不是说了吗 这位老妖婆的特别喜欢吃毒蘑菇 吃了毒蘑菇之后呢 你就看看这个说法 是不是很恶心 什么叫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为什么 是因为他试过了 他脱不了 他脱不干净 他损失太大 他才不脱钩 如果他又可以脱钩的话 他现在早就脱了 不需要这么磨叽 第二点 中国现在看到美国不脱钩的时候 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对美国进行去衣服 我不需要你了 你不可靠 你到时候今儿给我一个断供 明儿给我一个制裁 我不可靠 你损害了我的利益 那我怎么办 我必须自己把这个东西搞出来 然后把你给替代掉 为什么把你给替代替代掉 不是说不想用你的 不是说你的东西不好 而是呢 我得有一条后路 这叫备胎 明白啥意思不 比如说现在用元素周期表制裁美国 什么意思 你成天说 这个东西危害你的国家安全 这个东西危害你的国家安全 那个东西危害你国家安全 那好了 你用我元素周期表上 生产的这些衍生品 制造了大量的武器 将来你会危害我国民的安全 那怎么办 现在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你进行制裁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那有人说这不是出口管制吗 是 出口管制 最后出口归零 这不是制裁 这是什么 只不过出口管制呢 说的好听一点 都是 咱都是明白人 咱都是社会人 咱都是啊 搞政治的 咱都知道这怎么回事 但是呢 私底下大家一看 这这就是制裁 为什么 因为你制裁我 那我必须制裁你 就这么直接 为什么 因为这是国际关系上的玩法 难道老妖婆耶伦不知道这个吗 他当然知道这个 他才说了华盛顿不寻求于北京脱钩 你现在不寻求你晚了 但是呢 你后边说这些东西 什么确保国家安全呢 什么印太贸易战略啊 什么促进人权 这不是脱钩 这是什么 你还是想脱钩 只不过你换了一个方法罢了 你看看扩大印太战略 贸易战略 这是什么 这还不是想脱钩吗 只不过速度慢了下来 换了一个方法 这里面举个例子 我之前经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苹果生产线 苹果生产线最近几年在干什么 首先含有中国技术的 比如说欧飞光戈尔 直接了当给你剔除掉 你不属于我这生产线了 比如欧飞光他给了个理由 说他在新疆有个厂子 可能有强迫劳动 因为有可能有强迫劳动 我们必须把他剔除 因为这是美国的法律 这是美国的价值 这就是苹果在说的 他随便给你找个理由 但是他把你剔除掉 这是他的目的 然后所有没有中国技术的组装厂 组装厂怎么办 搬走 研发基地组装厂 这全都搬走 搬走怎么办 搬到印度去 搬到越南去 怎么着都行 不光是苹果 惠普 戴尔 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响应了美国的号召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不应该这么做 不得 他应该这么做 这因为他们有主权 技术在他手里 整个的生产线在他手里 难道他不能这么做吗 响应美国的号召 维护美国的利益 这才是关键 他在中国在干什么 在中国来赚取利润来了 他把90%的利润留给自己 10%的面包渣留给中国 大家还不明白这个吗 是 他创造了很多就业 是 他给了政府 减轻了很多麻烦 但是他把利润拿走了 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的利润现在归零 但是依旧给我开放市场 我可以在中国销售 就等于说 我100%赚中国人的钱 一点也不给中国人 这就是美国正在做的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脱钩去风险 所有的生产 所有的工作 全部搬离中国 但是100%的利润 你还要用我的产品 知道吗 这叫不脱钩 我的产品 我的销售 不与你脱钩 就这么直接 你说恶不恶心 那有人觉得这玩意没事 有人觉得这玩意没事 因为这个东西无所谓 你觉得他无所谓 是不是 还有人最近我看到 一些小旺旺在说 华为的特权 华为特权太大了 有人问华为 应不应该有特权 我个人认为 我没有看到过华为的特权 但是我认为 如果有华为 就应该享受特权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正因为不知道 这个是不认为 这个事是个事 是因为华为突破了 看到华为突破什么了 手机全套生产线 平板全套生产线 笔记本全套生产线 PC全套生产线 软件操作系统 全套生产线 芯片生产 全套生产线 明白啥意思了吧 生产线留在中国 等于工作留在中国 工作留在中国 等于利润留在中国 利润留在中国 等于工资3000 变工资9000 就这么直接 现在 惠普也好 戴尔也好 他们感受到了痛苦 为什么 他认为脱钩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 因为在越南 在印度生产的良品率 不及在中国生产的良品率 然后失去了中国的市场 他们现在想回来 可以让他回来吗 这个东西可以回来 全套核心技术 转让给中国 一分不差的转让给中国 然后把利润70% 80% 给我留在这 如果不对的话 一边揽着去 你对我的生产线是巨大的威胁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假设没有华为突破呢 没有华为突破 我刚才说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办法保住工作的 为什么 为了政治目的 西方的投资者 可以随意的把企业转走 这是他们主权的选择 因为技术留在他们手里 你必须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 才能保障自己的工作 这个很关键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二点 他讲到了 国家安全与促进人权 这个就彻底的把我给恶心到了 那我问问大家 或者我们可以问一问老妖婆耶伦 国家安全 那稀土跟稀有金属 是不是国家安全 是国家安全 绝对的国家安全 那讲讲人权 家杀儿童 有没有人权 有没有活的权利 有没有长大的权利 有没有追求他们梦想的权利 有 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有活的权利 有长大的权利 好 好 那好了 耶伦 你老妖婆 你给我听好了 要不要你跟你三千年前的一家人 内塔尼亚胡老弟 内塔尼亚胡先生 谈一谈 禁止他们侵犯 加杀儿童的生命权 用没有你说一下 老妖婆可能不太干 不想去那哪 不想去跟内塔尼亚胡掰上 那老家伙太强硬了 他害怕 行 害怕可以 那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 在加杀用的炸弹 谁生产的 美国生产的 里边有没有稀土元素 肯定有 因为他精确制造 那现在怎么办 为了确保加杀儿童的生命权 活下来的权利 长大的权利 和追求他们梦想的权利 是不是应该向美国禁运稀土 那答案肯定是yes 是是的 那好了 那老妖婆就可以接着吃毒 蘑菇去了 大家也明白我刚才说的什么意思了 看到问题没有 什么叫国家安全促进人权 美国他又想又当又立 还要把美国反人类的思想强加给中国 就这么直见 如果不服从就制裁 我随便给你编造个理由 你今天有种族灭绝 明天有什么 有寄宿学校 大后天有什么 大后天有强炮劳动 就这么直见 那有人说中国制裁日本海产品 是为了政治 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 如果是因为政治 那就对了 就因为政治 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政治 怎么了 没有日本的海产品 新疆本地的海产品 就有了市场 就这么直接 我维护我自己的利益 我找一个理由 我整你 你自己在河污水这块处理的不好 那我就整你 你能把我怎么定 你叫我抓住了小辫子 我就使劲地用 然后把工作留给自己 把产业留给自己 把利润留给自己 就这么直接 就这么直接 这么做就对了 这么做就对了 我双手赞成 以后就可以把所有的稀土 稀有金属的总部 全都搬到新疆去 全都搬到新疆去 然后怎么着 然后报复性的 惩罚性的禁运美国 就这么直接切断 美国的前沿科技 为什么 因为你不尊重 加沙儿童的生命权 长大的权利 追求他们梦想的权利 就这么直接 还促进人权 先出 如果你想促进人权的话 那就先去跟你 三千年前的一家人 内塔尼亚胡老弟 谈一谈 立刻在加沙停火 然后让加沙儿童有未来 然后一切 让发展中国家去监督 你干不干 如果你不干 那你这个东西 就是脱裤子放屁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有任何好心 还要说 老药婆接着说了 谈了一大堆 印太矿架 谈了一大堆 今后的贸易 贸易规则 然后又谈到 说我们要跟中国 气候变化合作 好 你可以跟中国 气候变化合作 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 中国的产品 必须占据美国市场 如果美国 不对中国的电动车 不对中国的光伏 开放市场的话 气候变化可以不合作 为什么 大家要明白 美国所谓的气候变化合作 它到底是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搞了一个 煤工和美国合作框架协议 和一个合作框架目标 然后它跟日本一道 跟一大堆中南半岛的国家 泰国柬埔寨老挝 越南和这个谁 和缅甸 搞了一个 一系列的合作项目 这些合作项目的干什么呢 帮助本地人 帮助内陆的这些民族 来认识什么叫气候变化 表面上看着很好 看着很冠冕堂皇 看着很正派 对不对 但是他到了 派到了专家 到当地去干什么 一方面 察觉当地的水文资料 第二个方面 寻找当地的矿业 第三个方面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和各派系之间的关系 第四个 在当地制造事端 制造混乱 然后第五个 在兜售给当地安全 和其他的秩序 这是美国在做的 通过气候变化合作 制造了一系列事端 制造了一些混乱 然后 在掠夺当地的资源 这是美国的目的 难道这样的气候变化 这样的气候变化合作 我们应该跟他合作吗 这个东西就应该挑明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怎么办 可以合作 但是有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 中国的产品 必须原封不斗的 进入到美国 这是可以的 那以后可以合作 否则不能合作 我就不合作 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知道你这合作 它到底是什么 我已经揭露出来了 你的真面目 就这么直接 然后 他接着说了 说印太呢 这些国家可以不在中国和美国选边站 那你可以让他选边站 你有这个能力吗 你有这个能力吗 1960年代 你可以选边站 是 你可以选边站 你可以让这些亚太的国家跟着你 然后对中国进行包围 还不是因为 中美对抗吗 没有当时的新中国和苏联 哪有周边这些小楼楼的发展机会啊 你觉得美国乐意看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发展吗 你看看美国都是些什么肤色 你就明白了 王毅外长在青岛那番话 日本韩国就想融入到美国 就想融入到西方已经也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肤色跟西方的肤色是不一样的 王毅外长说的是太对了 还不选边站 你觉得你今天说的话是好话吗 你觉得是跟中国是好吗 其实不是 这是你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迫使 这些印太国家进行选边站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选边站 你得给全套的好处 现在你给不出来了 就这么直接 就这么严肃 你想严肃 你想清晰 那咱们就严肃 咱们就清晰 就这样行驶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美财长耶伦重申不与中国脱钩 还觉得这是什么好事 其实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糖衣炮弹吗 我不是说黄鼠狼给鸡 拜年没良好心 不就是这个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把糖衣留着 把炮弹给他打回去 就这么就这么简单 对于像老妖婆耶伦这样的人 如果你想促进人权 赶紧的加沙停火 保障加沙儿童的未来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